謝謝大家 突然很想感傷一下Blue Rose 在後面聽得有點心裡面有點心寒 不是啦 我們來討論一下今天的主題好了 我們要討論一下 酸 甜 苦 辣 你最喜歡吃哪一種口味呢 你有糖 你們喜歡吃什麼味 那我是什麼味 你明明就很鹽 明明是甜的 好膩喔 嘟嘟呢 你有什麼喜歡吃的口味嗎 我沒有喜歡什麼口味 但是我最近發現我很喜歡那一種味道 就是我們不是搬到三樓去了嗎 對 然後那一條走廊上面 有沒有覺得有一種味道 就是剛裝修好的那種味道 哦 甲醛味嗎 是這個味道嗎 誒 我發現我好像特別喜歡聞這個味道 我周圍一直都是甜的耶 是怎麼回事啊 蛤 我周圍一直都是甜的是怎麼回事 因為你很甜啊 所以周圍一直是甜 好 他們還有人說你喜歡髮膠味 髮膠味什麼 我不知道 你一直應該很喜歡吧 就是我搞不懂為什麼 我好像跟髮膠相剋 就是都噴了這麼多的 還是這樣的 喂 剛才在心裡噴了一堆 然後煙霧流肉 煙霧流肉 然後聞了一下 然後吃到嘴巴裡面了 感覺味道還不錯 小事可以自己買一管啊 其實髮膠味是苦的 如果沒事的話就 嘟嘟噴的髮膠就是 甲醛味 沒有人喜歡聞汽油味嗎 有 這裡 你什麼都喜歡聞 我很喜歡聞汽油味 還有油漆味我也很喜歡 我們討論的問題是 一點點的油漆味 我們討論的是酸甜苦辣 那消毒水的味道呢 不喜歡 喂 好吧 其實我喜歡糖醋 吃的還是聞的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吃的話我們 因為身在北方的話 可能家裡那邊放鹽 還有醬油比較多 所以偏鹹一點 那你吃豆腐腦是不是都是放 不吃豆腐腦 啊 你們不吃啊 不吃 豆花 其實我們那邊就是甜的和辣的都有 對上海的話就是菜都是偏甜的吧 對啊 但是我覺得甜品店裡的豆花就是甜的 可是為什麼 妮子她吃鹹的豆花 因為好吃 我一直是走在鹹鹹的那個路派的第一 好嗎 永遠都是鹹的 上海的豆花都是鹹的 真的嗎 欸 我吃的都是甜的 是甜品店裡的吧 沒有啊 就在街上賣五毛錢一 一塊錢一碗的那個 現在哪裡還有五毛錢一碗的東西 現在沒有一塊錢 哦 那碗晴呢 碗晴你喜歡什麼口味啊 我喜歡吃 只要不是臭的就好 但是我可能喜歡吃鹹的吧 因為 不喜歡吃臭豆腐 因為 對 不喜歡 因為 榴槤呢 榴槤還不 榴槤不是臭的 是香的 我也這麼覺得 露娜 露娜 我比較喜歡吃甜的 因為 甜的東西一般都做得很可愛嘛 都是長得好看 然後又很好吃的感覺 所以喜歡吃甜的 欸 其實 其實我 就是她沒有規定說只能說一種吧 我喜歡吃糖醋味 就是甜酸味 對 就是糖醋排骨啊 什麼的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喜歡酸的甜 這就是真的 怎麼開始唱歌了 好噁心 那自己噁心到了 那麼就請欣賞 接下來是UNIH吧 耶 要說壞了 是